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非常好吃的生菜鸡蛋饼。 首先准备一颗生菜,洗干净后切成小块。 放入盆中。 加入盐两茶匙,用手轻轻地抓拌均匀。 再刻入两个鸡蛋。 然后加入一杯的面粉。 搅拌均匀。 相遇是缘分,请长按三秒点个赞,谢谢。 再加入适量胡椒粉,继续搅拌均匀。 锅中刷油。 放入生菜鸡蛋面糊,均匀地摊开。 全程用中火煎。 带底部定型。 然后在表面撒上少许的油,这是为了锁住饼里面的水分,然后翻面。 底部定型后再次翻面。 用铲子边压边转动饼。 使其受热均匀。 使其受热均匀。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我,每天我都会有不同的美食的做法。